來講欠我們大概四百多萬 那因為還有就是在包機款 還有機場稅 被欠款高達四百多萬 越竹航空台灣總代理旅行社 董事長親自出面 指控年代旅遊林大軍欠錢不還 將申請假扣押 他還有一個750萬 在中國信託的一個質押 那我們就照這樣子的情況 來跟他做一個假扣押 長達八年的合作 如今雙方撕破臉 早在二月十三日爆發丟包旅客事件後 林大軍在平保協會觀光署見證下立下字句 聲稱有足夠資金支付 承諾十五日下午三點前匯款 卻又跳票 更遲遲不願出面協商 那希望我在媒體上面 幫他多講講好話 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好話 張志佳秀出對話記錄 只見林大軍請求 說大哥今天事情比較多 請多多幫忙 或約的時間討論 還把問題推給觀光署 這是林大軍的問題 不是員工的問題 儘管被年代欠錢 但月逐航空向年代員工伸出援手 宣布聘雇10名員工 轉職旗下旅行社 北檢也證實以詐欺為由 主動分他自案調查 截至十八日為止 平保協會接獲三十一件申訴 將替受害旅客追回該有的賠償 進行歡迎徐偉成財寶寶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請問 就好了